狗铃仔油的食材 还不会老啊 很老的 我都熟了这样 每晚你都要听你的新闻了 我是1992年到台湾念初 你出事了没有 还没有 我是94年 你还在酝酿当中 对 这也是我到厨房的一个经典 每次准备好材料好 示范的时候我有什么材料 最后做完的时候 哎呀那倒菜 你会看到很多留言匠 还有东西没有放 就是大家就是在那边下紧张 你看我们今天拍摄 老师又忘记了 只是我们太专注在做饭 对 今天的这一集超好团呢 因为国庆特被我约到了陈佳隆老师 其实我们约了两年 终于可以在节目上同年 然后陈佳隆老师说 他要请我吃饭 可是是他亲手下厨 所以我们现在去他家之前呢 老师约我们在外面见面 是因为我们要买材料 所以我现在要去找老师 我终于看到佳隆老师了 老师 嗨 没想到你会约我来这个地方 我很喜欢这个地方 因为你讲你要买材料 所以我就讲说 我以为你会带我去 想像是shopping mall hypermarket 对啊 我一直觉得买菜这件事情 一定要来到这种菜市场 如果Basabagi 这个地方 因为你在超级市场 有冷气是很舒服的 对 但是我觉得他少了菜市场 一种人间的烟火味 就是你买东西的时候 没有人跟你交流 你知道我们在菜市场买东西的时候 他会老板还跟你怎么煮啊 怎么用啊 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好的知识点 可是如果你来到 诶 诶 诶 买菜 老师就是一个大明星 诶 我的书都讲 每一晚你都要听你的新闻 二四 六六六 对 二四 我很少 很少会来 像这样子的一个找事 来买材料 因为以前小时候 都是讲爸爸妈妈 很不喜欢是吗 就是不喜欢 就是一个人的时候 就会很怕呼动 然后也不懂要怎么样去跟老板交流 哦这样 其实我觉得老板呢 其实他们都很热情啦 其实这种关系 你知道在超级市场找不到的 那老师 我们今天是要买什么样的材料 我今天呢 要做一道 其实对很多人来说 在家里常常会有的一道菜 也很能代表买一家 华人的一个菜 那就炒沙哥 所以炒沙哥 可是各家有各家的厨房嘛 所以我现在要去买的是 猪肉碎 猿肉碎 买一点点肉碎 增加那个叉沙跟里面的鲜味 OK 你要买一点肉碎 我觉得买一小包就好了 所以是这样的一个肉碎就好了 OK 我就买一小包的肉碎 告诉你哦 因为这里呢很多是讲广东话 那我的广东话是很恐怖的 那我要听一下我的广东话 如果他用广东话 我真的不会的话用华语 我也是不会 我就很糟了 我们两个不会广东话的人 但是很厉害 好 谢谢 来一个篮子来了 老师我已经养成那种 住门会带黄保的习惯了 对啊 还有这个黄保还是别人送给我的 介绍我的名字 很招摇 高清文的 还是高清文的 高清文的 高清文的 还不会老 很老的 不便 不便 是我是我 但是你是绝瑣 不是你的用 是你叫我叫人家用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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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竟原来叫我叫人家用 对不对 对吧 我和你还不知道 确实啊 因为穿大衣吗 太老了 不是的 我是一个人的 没有啦 老师你很依人 你能够和端范聊天 我很依哦 其实我是爱的 因为主要是 大家看到你就很爱 看到朋友 对 他们就会跟我聊天 然后跟我打开戶 然后会亲切地叫我端范 刚才有人叫我林德荣 要买菜? 要买菜,来 有沙格吗?满光? 有,来,太好了 是生菜吗? 对,生菜 我要买一点生菜 一篮够了 一篮够了 这样推了 我特意叫我一个朋友 等你明年来,等你进来 有啦,会常来 一年一次 真的是一年一次 农历新年的时候 会特别来 因为很热闹 这里很热闹 这个粉彩也有了 满光有了 红萝卜 我们再买点虾米 点点虾米 我家就是很简单的沙格 红萝卜 这两个主菜 我家的话 我妈妈呢,有时候会放 那个木耳 黑木耳切丝 然后一起放下去 等一下呢,我觉得呢 因为沙格是透明的 半透明的 所以我觉得 可能除了红萝卜 我要一点绿色的东西 所以我会买一点 芹菜 然后把它放下去炒一下 它就有一点味 所以你做菜每次 会讲究那种颜色 颜色的味道 因为芹菜的味道 我是喜欢的 但有些人不喜欢 我OK 我OK 我对菜是OK 你有什么是不吃的吗 野味 野味 我不吃野味 小时候就是因为 亲戚嘛 他们抓到就煮了 菜 就给我们吃 我们小时候难以吃到 就吃了 所以你吃的时候 完全不知道那个是 我知道是,但是那时候 没有什么意思 我就觉得OK 就味道你觉得 我很忘记了 你不想去回味 开心 我今年新年的时候来的 然后我就给罗女儿看 她总满意 这么有去年的 一样的 但是呢 陈祖佛就换了 有它就感染 还有红色 对对对 开心了 来 帮我拍一下 好我帮你们拍 来看出别人 一二三 老板娘 人好好 很热情 我们今天是刷老师的脸 才可以买得这么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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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买得这么便宜 诶,我跟你讲 来来来 这个 菜市场买菜就是这样的 老板呢 有时候拿沙利的 有交情好的话 价格会便宜 你在超级市场都是定价的 对 都没有得谈咯 诶,老师 你是从什么时候 开始学自己做菜的 我从我去 呃 就是 国外读书的时候 就是那时候 我到台湾脸书 嗯 啊 然后到了 异乡 嗯 就是 没有人煮给你吃 你就要想办法 一些家乡味 可是你在离开 离开本地之前 你是已经有学做菜了 没有 我是看我家人 我看我妈妈煮的 然后你是完全没有在家 没有动手过 你是在国外 才开始自己动手 最多在家是煮快熟面 跟我一样 对 我觉得很多 很多大麻人 第一道菜肯定是 最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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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我那个时候还没有煮 我那个时候呢 就是 你要把一个锅来煮 我那时候还没有煮 那么方便 还是要开煤器 来煮这个面 第几年的时候 离开本地去到国外 我是1992年到台湾念书 92年到台湾念书 对 你出事了没有 还没有 我是94年 你还在酝酿当中 对 那时候你说你还没有开始学做菜 对 我就是从大学开始 那时候我们几个 在台湾念书的马来西亚学生 我们就学着思念到马来西亚的一些菜 哪怕是家常菜 因为台湾的做法就还是有点差别的 比如说我们的味道会比较重点 所以我们在那边念书的话 其实也吃不起鱼 这种大鱼大肉的 所以都是要自己煮 对 我们就说 那我们就找个星期天 我们就约好去菜食堂 买一条便宜的鱼 拿蒸 清蒸或者是什么的 然后再炒一些 可是那时候你们应该也是凭记忆做菜 对 有时候 而且那时候没有玩过 所以我要打电话回家的时候 是很珍贵的 就是要分秒必要怎么做 对 而且我们没有手机那时候 还没有手机的年代 所以你要排队去打公共电话 然后打国籍电话 会很想念家乡吗 那时候 会的 因为没有像这样方便 现在很容易连线 还可以有video call 对 所以其实那种思念和现在的思念是不一样的 就是靠食物来 对 所以那时候我就是有一些东西不明白 但是咖喱要怎么做 我印象中是这样做 他说我刨的对吗 对很好 来 这道菜你是跟谁学 我们今天做的这道 跟我妈妈 这是我们家里常会有的一道菜 其实也是我家人很喜欢的菜 很清爽 现在你会不会很注重家庭传统 会的 我很注重的 就是家人一起吃饭 船节 船人饭也是你会自己下属吗 因为有我妈妈在的地方 我就很难有下属的机会了 因为我妈妈会把我赶出去的 但是我觉得随着我长大之后 我越来越能够了解妈妈的幸福 因为尤其是新年 我爸是老大 我们是个大家 所以每一次新年都很多星期来我们家 所以就要煮了 这样如果 我妈妈一个人在煮 她可以几天前就可以准备材料 然后在年初西年初一 都在煮在厨房 所以我大时候我就意识到 我妈不应该这样过去年了 所以我要煮她不然我煮 那怎样呢 我来准备材料 我在做 就有点像餐厅 餐厅不是有一个助手 你就是那种前菜准备的人 对 然后呢 慢慢抹抹桌子啦 吸碗啦 什么的 到现在呢 我妈年纪也比较大了 不能一直站着 就慢慢炒 就是要翻炒的东西 所以就是 完全 慢慢的传承妈妈的手艺的人 也不能想传承啦 但是就是能够减轻妈妈的一些步伐 OK 做这个菜的秘诀是什么 我觉得秘诀就是 你看它的这个 味道 除了沙格清甜的话 你的虾米要不要加 有人不加虾米啦 其实每个习惯都应该会多更快 而且我在家有炒过这个 嗯 就是我妈妈在旁边看出我炒 可是炒出来那个味道是苦的 蛤 我不懂为什么 那个沙格会给我炒 然后有焦味 哦 可能你翻炒的 那个火候控的不好 这个适时的时候 可能有些还要加点水 那我妈就想说 一定是你的心情不好 啊 你觉得也有关系哦 跟煮的人的那个 心情也有关系的 那这也是我烧煮房的一个经典 每次准备好材料齁 吃饭的时候 我有什么材料齁 最后煮完的时候 哎呀赖到菜 你会看到很多留言匠 哎呦东西没有放 哈哈哈哈 就是大家就是在那边 下 下紧张 你看我们今天拍摄老师又忘记了 忘记了 只是我们太专注在做饭 对 没关系 我们再放也ok的 反正就是 呃 有时候你要放的话呢 味道可能还有不多 你可以试试看 创造嘛 我们觉得煮东西很多是创造 对 有时候呢是一种意外 你看世界上有很多好吃的东西吧 都是一种无心插流 所以我就觉得好啊 有时候厨师 它其实也是一种秘书这样 绝对是肯定呢 创造把很多的元素 把它结合起来 多果这些都是每个人不同的 请在我的最爱 就放多一点了 不管你的结果怎么爱 好上桌上桌 故乡的美食 是远行路上的乡丑 就算外国的月亮再圆 食物再精致 都比不上家乡味 各大习惯传承下来的美食 又具有更深层的意义 这是马来西亚独有的温度 当马来西亚人 真的很幸福 让我们一起同舟共济 曼尼斯巴亦巴萨摩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